他最希望看到我们成不 就是一个相爱合一的教会 在里面我们能够见证耶稣基督 既然是有了上述这么多的基础的时候 究竟我们实际的行动又如何走出来呢 保罗用了两个的意念 两个一样去鼓励 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和我们的行为 一间有神在当中的教会 应该是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念 这个就是反映到耶稣 在我们生命上面的作为和生命 我们不是说只是口里面 经常说我们和谐我们合一 而是我们真正的 是用我们的行为 用我们的表现实践出来的 首先我们看两个的相同 相同的意念 相同的爱心 英文就是like minded 同样的same love 这里讲到相同的意念 并不小时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一样的想法 做法一样 你做什么 我又要跟着你做什么 你说什么好 我又要跟着你做什么好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的心态上面 我们要是合一的 我们的心态上是要一致的 我们同一有一个价值观的 究竟什么的行为 令到我们没有这样的同一的意念 同一的爱心 保罗在这里 跟着的讲到就是说 不结党 不贪徒 虚浮的荣耀 他说凡事不可结党 结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想争取 我们自己的权利 权利就像中国人所说的 水涨船高 大家听过这句话了 风平浪静的时候 那只船就会在风平浪静的海上 慢慢地浮 但是水一涨的时候 无论你的船愿不愿意也好 船就会跟着的升起 如果人的权利一高升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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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自以为人就会说 我有所求的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权利的 人人都要给我几分的博面的 甚至是为了保育我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我要有一帮人去支持我的 凡是支持我的 就是要拍拨头是我的死党 久而久之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小圈子 孔子说 他说君子和而不同 群而不挡 君子能够是互相的谦卑 他们能够是互相的相处 虽然他们的想法是不同 他们的想法是不同 但是都不相和气的 每个人因为他们懂得 怎样去自爱自重的 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利害关系 然后就是结党虚张声誓的 当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每一个人进来我们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 怎样去放下我们自己的优越感 每一个人都是看到神 才是那个的主 每一个人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看重的人 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他说凡事谦虚 我们需要温柔忍耐 用爱心的互相宽容 用和平的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教会大了 有不同的人去侍奉 有时我们很自然的 有时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去教人 如果那个人不懂得抬举的时候 我们就会生气 如果那个人不接受我们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他不合一 他不合一 他不合我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去接受 人家都可以不接受你的意见 当我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 每个人都要听我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回到我们的圣经里 看看神怎么告诉我们 耶稣怎么告诉我们 他就是谦卑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去受人服侍 而是他去服侍人 我们算得是什么 难道我们比我们的主耶稣更加的伟大吗 意念相同和爱心相同 其实是一个平衡的句子 表示两样东西 都是造成这个合一教会的 最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是不可以缺少的 这里讲的爱心 不是我们时时讲的男女之间那种的爱 而是源于基督耶稣写身的爱 他是我们要用这种的爱 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就算对方是几个不可爱 就是因为神的捨己的爱 所以我们就懂得如何去爱一些 不太可爱的人 贪徒虚浮的荣耀 又是另一种心态 令我们不能够彼此同心 如果我们只是常常顾着自己的面子 只是常常顾着人家如何去赞我们 这个是很表面的 是很虚浮的 如果我们真的回到神那里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找到这个真真正正的爱 一个无私 一个无条件的爱 这个爱就是十字架上面的爱 这个十字架的爱是要我们去追求的 是要我们真的实践去出来的 接着来保罗就讲到 怎样可以有同一的心思 同一的意念 就是要做到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过的 而且还要是各人 不要只是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心思在希腊文就是symphony 那样解 好像一首很美丽的交响乐曲 当我们听交响乐曲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这个琴 弹琴的是叹点 拉小提琴的 或者会是叹点 不会的 因为交响乐是讲求合作 teamwork的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最好的东西 是摆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将最好的东西摆出来的时候 我们只是想有一样东西 就是将这个交响乐曲 就得是更加的好 这个就是一个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我们无论是怎么样 无论我们做什么的身份 无论我们做什么的身份 我们都是愿意大家的彼此的背后 就像我们教会那样 彼此的背后 没有分彼此的 大家有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目标 将我们最好的是用献到出来 在这里讲到我们要是全心的谦卑 我们全心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我们只是一味说 哎呀我不行的 你不要找我了 我不行的 就是谦卑呢 其实谦卑和自卑是不同的 谦卑就是对我们自己 是有一个合议的评价 我很喜欢我爸爸 我也都很记得我爸爸教我的一样东西 他告诉我听 他要我做人 是要做一个不卑不寒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 他是完完全全知道自己的弱点 和优点是怎么样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聪明 他又不会觉得自己踩低自己 他更加是不会去踩低别人的 真正的谦卑 是不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真的看别人比自己强的 很多时候当人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很乐意帮忙的 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是 因为帮人是圣经教我们的 而且帮人的感觉是非常之好 但是当人家给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真真正正 还是从心底里面 是为他所好过我们的 他的成就 我们为他感到高兴 为他感到骄傲 为他拍手掌 有什么值得我们自以为比别人更加强的 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实在是无可夸之处 当我们说到不顾自己的事 也都要顾别人的事的时候 我们不是叫弟兄姊妹去八卦 去理买人家的事 中国人说 事不关己 己不努心 国家自掃门前说 幽理他人雅上相 听起来很有意思的 很有道理的 是不是 但是原来你上深一层 其实这种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 因为不想麻烦 很不想去负责任 就用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说话 去掩饰自己的自私的行为 你说我不会的 我怎么会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 很简单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人祈祷得最多 为自己祈祷得最多 为自己的家人祈祷得最多 我们甚至可能 我们会有时为我们的朋友 为我们的教会 但是有几多个 甚至我真的有时问我自己 我每一天的 是为到其他的不幸的国家 他们那些人民 在一个水深火热里面 我为他们祈祷 我有几多每一天 是为我们加拿大的政府祈祷呢 也许说我只是没有一天 和Audrey 看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会踏出来的 在月球里面 Armstrong 说的一句说话 他说我一个个人的小步 是人类的一大步 成了全世界家传户晓的一句说话 当他们在月球回到地球的时候 在一个庆祝会那里 有一个记者就问Audrey 就这样问他 他说由Armstrong 第一个人 是离开机仓 踏足月球的时候 成为登月球的第一人 你心里感到有些遗憾吗 Armstrong Audrey 就是很怂慌的 就是很大方的 这样跟他说 当时其实他还没说之前 一些人都很尴尬的 都替这个人尴尬 因为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可以 怎么说 竟然Audrey是说了一句什么 他这样说 他说各位 请你不要忘记了 回到地球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人 是踏出这个机仓的 然后他又望着周围的人 又再说 他说我是第一个人 从第二个星球 回到地球的人 Teamwork 就是要彼此的配搭 不分先后的 弟兄姐妹不分先后的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我们不自私自利 不贪徒虚荣 全心的谦卑 看别人给自己的强 还有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 也都要顾别人的事 都是保罗再三的强调 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那种质素 如果我们可以身体力行 我们就可以达至到 这个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和谐光彩的生命 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了 最后保罗用耶稣基督 是作为最高的榜样 多谢你收看刚才的敬拜时刻 我是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林志辉牧师 每个礼拜我们都为你预备一个很精彩的圣经信息 希望能够帮到你 假如你对刚才的节目有意见的话 或者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很有兴趣的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电话是905-884-3399 或者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www.rxccc.ca来查询 也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教会来聚会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活动和节目 我相信有一些活动和节目都是适合你的 请你留意以下来的介绍 愿神祝福你